两岸签订ECFA才五个礼拜的时间 总统府跟新加坡呢 昨天晚上宣布要签订 来洽签这个FTA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向书 这个也是在ECFA之后呢 第一个跟台湾来洽签FTA的重要贸易国家 总统府官员强调 以后还陆续会有其他的国家 跟我们来洽签FTA 那么行政团队已经启动了 台新之间有关于经济合作协议的一个 签署的一个阶段 总统府四号晚间发布经济利多消息 台湾与新加坡将洽签经济合作协议 这是在6月29号两岸签署ECFA之后 台湾首次和其他国家展开贸易合作 名称很自由 不一定叫做FTA 从名称来讲可能会稍微窄一点 我们称为经济合作协定 或是紧密经济伙伴这个协定 涵盖在那边更可以更广 在WTO的架构下签署经济协议 我方将以台澎金马 个别关税领域与新加坡展开经济合作 至于合作协议的模式还要再谈 过去新加坡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协议 包括紧密经济伙伴 或是全面经济合作协定 还有其他重要的贸易伙伴 我们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签订或是强化彼此的合作关系 台湾和新加坡洽签金河协议 形同是对东协市场的敲门砖 预计金融和运输将会优先社会 继新加坡后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也是未来我方锁定 洽签经济合作协议的重要目标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